继续回到第五场赛事 董大肥脚马 发疑心胜 留意一下这马的脚 待会可以看看 配备变动 因为他继续缩晴 缩千二 除了眼罩重带面裤 笑马超醒神 初用环形 五号起形于心 初扎理 交叉臂枯 他就照大 再数内七 这马都要看的 初大肥脚 初用环形口红铁 是不是这些工具呢 早上跳你一会儿可以看一看 八号马天外惊天 初用环形口红铁 九号的中华威威 重戴眼罩 另外中一只十二 净滑 这一轮都是这样的 试一下防伤眼罩 他是初大 先看这只绿顶技 他操练功夫完全没问题 已经投入正常操练 跑了水 证明健康得了 但我奇怪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马的绑 越跑越低 好了 看看这一只合约精神的快跳 近期他跳 都试试一些不同的beat 但落到长 他就没有特别去转 但是有少少强的了 这马不是这么容易 hold得很漂亮的 特意找给大家看 他是跳了两货 刚才那货 就没用这个 Northand beat 就是那个双干铁 铁这货要转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找给你看 他小圈其实都这么麻烦 就是有时候僵口的问题 好 接着轮到一只疑心星 他也都是 我经常都觉得他是千四会好一点 就好像翻步慢多小 但是最终呢 他千四都是得个近 超醒神 后面那只 这马很好看 我觉得他 你走出来整个形态 但是他真的有点急 我觉得他真的可以有权 这样的水准都可以跑得近 这只就喜迎于心 如果相对看上去 刚才那只超醒神来比 他就不是很突出款头的 但是他就好像来得相对快一点 比起刚才那只超醒神 这只都是的 六支 这只马有一只 叶初航又是这样的 这前后脚好像很不协调 但是他OK的 跑完一水都 我觉得这马真的有点进展 好了 看看这只三岁马叫做 聚风云 施责放在前面的 守着第三那只就是影子任务 那只马又是休息了很久的 今次赛事都很多 一来又多初出 一来又很多 贵宗很多久休复出的马 影子任务就没有了 去到直路的中段 已经被很多马就纷纷赶过了 不多的了 聚风云这些马你见的试杂好呢 其实他根本是拉不到的 因为你有时看他的跳 他以兔 鼻枯 其实鼻枯底 你要看他用什么叶子去跳 根本他都不是很拉得住 我就觉得 和你的看法差不多了 希望他跑的时候可以稳定 好了 看看这只天外惊天的试杂 其中一个试杂来的 总共他近期试了四个大杂 2月18日就其中一货了 这货是沙田的杂 看下去如果他跟刚才说的 聚风云相比 他首先就没有那么急先 就是早上比 他是翻步慢一点 就是看来应该是跑长一点的马 但是试杂的表现 我觉得四组杂来说 都算试得像无似样 好了 再看看他的单条 我觉得他的脚好像短一点 形成了整个身 走起来有点额头 他肯定 如果纯体型格 他不够那只很快 很健康 好 接着这只 中华威威 他在松化市集 这些就是短途杂来的 大家留意是800米杂 所以水准有时候 后面那堆一万杂 基本上试起来就会这样的了 头一些 中间一只 后面有两只 各有各自己跳 他和富高八斗就走掉了 所以形成就赢得到了 今年他的表现就有点失色 那这些马大家都要留心 因为上一次脱眼罩 今次又戴上眼罩 希望又摔着他 但是其实他原本这次就没有奋跑 因为有只马退出了 还没捏捏 热了的话 你就自己看一看 想一想先 对了 接着就很得手了 这些是神操的 一向都没什么看的了 就算他年轻 或者中年 现在六岁了 都是懒的了 推他 你有你推 我有我走 赢都是这样的了 好 亲爱的 其实我又一般的 真的这些都是 就算试杂好像近一点都好了 我肯定是觉得他开这一步很紧促的 好了 这些就很惊惑了 后面那一只 他在神租已经在重化 或者在试杂多方面 用过这个防山眼罩的了 他有一点凹头的 就是跟马的时候 好 开心再来 这只就是了 拉住就好像很厉害了 我记得之前看的这些试杂物 有骑有蛇都不是很走的 那上次就放完出来 接着就收了工 生啊 加洛飞区 另一只的后备马 这只就近期转了去河延那里 但是你看他的模样 转变不大 配备都是跟之前上手差不多的 回到第五场了 四班千二米 这一组就莫雷拉 宽敦跑的马 在我心目中 都不算很硬正的 譬如你中华威威 今年已经连场失望了 加上战意的问题 就是刚才浩然也说了 原先他不是正选 这只中华威威 另一只就是二 合约精神 这些马 其实很多朋友 常常都追这些马 因为他常常都近 在谷草又会缩情 又会追一下 但是这只马 你想想之前 潘顿跑过他 都试过操控得不好 如果因为潘顿 而令到他热了很多 这只合约精神 你就要小心 就是在我心目中 他又不算很稳健的选择 冷冷的就建议大家 一起拖一下那只 喜迎于心 五毫 希望都可以 就是跑得近 陆顶记 我是质疑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临场再看 真的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马的榜 会不断下跌的 他上次好像有得追一下 只是看你怎么说 如果上次赢 你又说人家做完 休息完 这些伤患 然后套上新鲜感 赢不到 你就说人家热身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的 这个榜 我有质疑 这个临场再看 是不是有精神 我满必这样 希望会好 三毛疑心星 他的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发觉 你无论看赛事片 看神粗片 这个马很怪的 他去到最后一百左右 这个马整天太早换脚的 因为你要知道 不是说常常说换脚的问题 你要知道 这只马是一只比较长身的马 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会很轮盡 那只得胜都是小的马 那只就可以很快已经立正 但是这只呢 他要再慢慢拿回平衡 六支我觉得有进步 十要的竞画呢 他还是有点生 不过是有点潜质 希望他会转配备 会更近一点 其他就临场再看 那这组赛事 都要初出马 看出血统底细先 超醒神的肥 Vadamos 号令天下 这部号令天下 就是比较新的总马 因为早几年纪元直播赛事 我们都见过他 号令天下 服役的时候 一级赛得主 但他就在法国赢 赢了龙上和方大赛 2016年那屆 他赢马的途程 其实就不止赢中距离 由1600赢到2400赢 赢过八场 那么多 所以中距离赛 和长路程的赛事 他都赢过 至于超醒神的武线方面 原来他有匹童母兄长来香港跑过的 就是马跑德 马跑德来到香港 成绩不算很好 但认识的时候 曾经二级赛 杜乐錦标上过名 亦是其他的表列赛 亦都赢过马 其他的母线家族成员 似乎短路程的马 就比较多些 近代的成员 个别有些赢到一里或以上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这群超醒神 初期跑短途应该起步 但是跑下来 因为号令天下 跑下来越跑越长 所以这群超醒神 跑下来 有些机会 就要长路程才对发挥的马 来的 屡建威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初出即职马 有两匹 他们就是 彪之未来 和德力宝区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初出即职马 有两匹 他们就是 威武觉醒 和包装必胜 初出上到什么的马 更多 有四匹 他们就是 包装自威 聖不骄 金发城勢 和试跑得 最风云 除了是Turn Me Loose 让我高飞的子智之外 也同时是竞技勇士的同武兄弟马 竞技勇士 现在都在服役 集中来到香港 都是赢短途 跑的1200米比较好些 而让我高飞这系马 就比较新 随时有一匹成员上阵 就连连封城 虽然没有成绩 但初出那仗 跑得不错 让我高飞自己 服役的时候 都很厉害 2014年 先赢了纽西兰2000年大赛 然后到2015年 到费明顿马场 澳洲 在盟意本 赢了阿联游錦标 领行一级赛 而到2016年 一样赢过一级赛 就在考飞德马场赢了未来錦标 他赢过的头马赢了7场 由1200米赢到1600米 至于罪丰云的其他成员 其实大部分都是短途马 个别有些赢得上一 所以看了父母两线 为何罪丰云看起来 短途马多些 长力就不像跑到2000米那些 可能跑到1400米 或者1600米途征的赛事 他有机会可以赢得到 罪丰云来香港之前 在纽西兰参加过一次试集 试集那次是赢了的 和他一起试集的第二第三名马 第三名那批之后 在纽西兰当地是赢了马 丁冠豪马房的初出马 上季一出即逝马有两匹 它们是便宿和虾饺烧马 天外惊天的是Vespa 这是马比较新的 暂时在香港还没出现过 Vespa自己是Elusive City的子字 服役的时候在纽西兰上阵的马 曾经在2014年 赢过两岁马一级赛 就是爱沙尼钻石錦标 爱沙尼钻石錦标 其实等于爱沙尼总马錦标 另外去到三岁的时候 就赢过威灵顿堅尼大赛 就是二级赛 会赢马途程 由800米赢到1400米 合共赢7场头马 至于天外惊天的母 是达仙宝马的女儿 曾经在纽西兰赢过六场赛事 赢过短路程的赛事 由1200米赢到1400米 母线家族的近代成员 在纽西兰赢过两次试集 其中一次赢了 和他一起试入的马 有些在当地都跑得不错 赢到马 大为希斯 上季重临香港 上季训练的初出即职马 就很多 有7匹 他们就是人和家兴 危多福 包装太保 街运才 齐心同行 佳应精神 和肥仔聂聂聂 今季跑到现在为止 初出即职马有2匹 他们就是紧张大师 和王者精心 初出上到名的马 有4匹 他们就是街运法 草上飞 东方飞影 和狗狗围攻 是 沙 是 刚 是 是 没